8月初受到了台风西南气流的影响 高雄桃园山区降下了强降雨 导致南横公路明霸克路桥钢变桥被冲毁了 没想到连日大雨又爆发了土石流下冲 河床淤积将近7米高 公路单位又再度封闭了明霸克路桥钢变桥 只提供行人通行 对此桃园区公所也紧急宣布 包括了复兴里 拉弗兰里以及梅山里停翻停客 山区大雨又来了 滚滚泥流不断冲刷桥蹲 天空伴随闪电 烧倒大雨导致高雄桃园玉碎溪爆发土石流 南横公路明霸克路桥钢变桥又再度紧急封闭 河床预计将近7米高 临时变道一度法通行 8月初明霸克路桥钢变桥才受到卡努台风西南气流影响 遭大雨冲毁 没想到时隔将近20天又受到大雨影响 临时河床变道又封闭 桃园区公所也紧急宣布23号 复兴里拉弗兰里梅山里停班停客 桌子非常严重 所以当下6点半就宣布停班停客 一些重大病患 甚至还有我们的农作物农民 现在都卡在那个里面 另外道路再度中断 除了民众需要下山看病 另外正值金黄芒果采收剂 公路段也紧急安装便桥护栏 提供行人通行 慢慢走没关系 河床的寒床变道就整个被淹没 全吊式的吊车进场 先将在秀户中的干便桥紧急来搭设 抢通变道时间还在评估 相关单位评估证毁 甚至比卡努台风来袭时 淤积还要更高 出动6部挖土机具要抢时间进行收复 更要确保对外交通安全无余 这高雄这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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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